歡迎趙雯 哈囉 大家午安 好 趙雯 大家最近最關心的話題 當然還是我們的馬蛙颱風 它今天是離我們台灣最近的時間點 那本來是講說可能晚上 有可能會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結果好像變成有稍微提早時間 是嗎 中央信證據表示說 其實在過去幾個小時之內 馬蛙颱風有稍微減弱的趨勢 那如果它的暴風圈逐漸的變小 然後路徑再往東偏 有就是距離台灣再遠一點的話 很有可能在傍晚的時候 最快在傍晚的時候 有機會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那到底大家很關心 就是雨會下到什麼時候呢 好 雨像是宜蘭 它們的雨如果要逐漸減緩的話 可能就要等到明天才有機會 不過大台北盆地 還有一些北台灣北部的山區的話 主要可能還是要等到明天之後 或者是明天的下半天 才有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天雨下最多的地方 那麼就在宜蘭的山區了 宜蘭的大同地區 這兩天已經下了296毫米 另外台中的和平217毫米 而在台北市的南港 也就是在山區的部分 來到了146毫米 新竹的尖石也來到了137毫米 大家都在問 這個豪雨什麼時候會緩呢 好 如果以宜蘭地區來講的話 其實剛剛有提到呢 可能就在明天的時候 宜蘭跟花蓮就會逐漸趨緩了 倒是台北地區 台北呢 明天會受到北風的關係 因此呢 還是持續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雨勢 我們來看一下風場圖好了 今天吹的是東北風 隨著馬娃颱風不斷的接近當中 所以呢 目前的風場是東北風 明天開始就會轉為正式北風 那北風這樣會導致什麼樣的這個狀況呢 主要就是呢 西半部的強風依舊會是持續的 那麼來看一下 今天重要氣象局也發布了強風特報 包含像是蘭嶼地區大概11 12級 那麼台南到苗栗今天也會有9到10級 再來看今天各地的各地氣溫了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跟新竹 高溫來到28度 因為下雨的影響 今天溫度稍低 苗栗 台中 彰化南投跟越林 高溫來到33度 那麼像是南投地區 今天中午的時候 山區有機會雷震雨 加以台南 高雄跟屏東 高溫34度 但是呢在台南跟高雄地區 已經標迫到了36度 宜蘭 華林跟台東 高溫來到33度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 晴石多雲 那麼高溫來到35到36度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